今天A股不开盘,但消息面却很不平静 管理层罕见提示A股投资机会 周末发生了三个重大市场消息 全是利好,没有利空 给市场传递了一些不一样的信号 给股民朋友几点提醒 这期视频满满的干货 建议没时间看完的点个收藏 大家好,我是零和思维 本视频客观真实,请放心观看 我将用普通人能听懂的方式为你解读 麻烦大家点赞的时候按住点赞键 不放手就能触发超级赞 这也是给我最大的鼓励,谢谢 第一条重要消息 国家外汇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中国股票市场适应率与发达市场 及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相比都是偏低的 所以投资价值还是比较高的 债券也是一样,具有较好的投资回报率 之前我们管理层讲的基本都是风险 这一次我们发现国家外汇管理局 居然非常罕见地说 我们A股的估值偏低 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 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王春英属于国家外汇管理局 他讲的话其实是传递给外资一个明确的信号 我们会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希望吸引更多海外资金来中国投资 比如说我们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稳定在3%左右 收益率显著高于实施零利率 甚至负利率的发达国家 第一条消息是呼吁外资进来 外资一方面是看估值 另一方面就是看所投资的企业是否符合ESG的条件 如果不符合条件 过几年还是要被迫卖出 还不如干脆不进来 第二条消息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出来讲话了 人民银行将继续探索激励政策 包括补贴 贴息 减免税等财税政策 以及提升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吸引力的监管政策 将引导养老金 保险 社保等资金进入ESG投资市场 表明态度 我们国有大资金也在关注ESG投资市场 不符合ESG标准的企业 即便盈利再好 我们大型的国有资金也不会参与 再次给外资吃了一颗定性丸 我们的中国龙头企业都会是符合ESG框架标准的企业 你们可以大胆放心长期持有 第三条消息 上海房贷利率将上调 首套房贷利率从4.65%调至5% 二套房贷利率从5.25%上调至5.7% 虚拟经济繁荣的初期 房地产和股市就可以共存 但是到了虚拟经济大繁荣的时期 由于资产有限 房地产反而会拖累股市 就像80年代的日本 股市和房地产一起上涨 最终泡沫太大 直接被刺破 导致日本经济全面衰退 目前我们正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 也是虚拟经济繁荣的起点 这个时候 政策就要鼓励发展资本市场 打击房地产 因为资本市场越发达 企业融资越便利 同时合理的房价 可以有效减少通胀的压力 以及劳动力的成本 这样有利于我们工业化的软型 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国家连续出手打击房地产 效果还是一般呢 大家都知道 老百姓最大的投资渠道 就是房地产 这是华人社会的共识 儒家文化 先成家 后利业 不单单是中国 只要是华人地区的房价 都比较贵 但是长期来看 一旦房价上涨的共识 被人为打破 房地产就可能会走下行通道 提高房贷利率 其实也是变相增加 银行的安全边际 周末 这三个消息 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提示 中国股市将取代 房地产成为中国未来 最好的投资渠道 老百姓不要将全部的存款 都投资到房地产上 需要分散投资 同时也是在打消外资的 两点疑虑 给出明确的提示 人民币资产具有 长期的投资价值 不用担心即将到来的美元升值 另外 我们中国企业 也会遵守ESG投资体系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理解我讲的这个宏观策略 如果你能听懂 你是一个具有大格局 大事业的人 你就能真正明白 中国未来5到10年 真正的财富机会 就在A股和H股 好了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有说到不全面的地方 麻烦大家做个补充 给个评论 点个赞和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